腾血体育血北京时间,5月10日,曼联官方推测发布消息称,此前,因脑异血接受手术的福格森爵士,目前已离开重症监护士,将在医院继续疗养。 福格森已离开重症监护士,突遍来自网络,曼联在官推中写道,福格森爵士目前已离开重症监护士,将在医院继续疗养。 他们全家已经收到了非常多的支持和祝福,但他们仍然希望人们能够尊重病人的隐私,因为在接下来的恢复阶段,这一点至关重要,距离老绝颜脑异血突发助人,已经过去了四期时间,全世界独坛都在为他祝福。 英国静报称,福格森这次的病症并不是普通的脑医血,而是属于朱网膜下腔出血,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机构的官网上,有一篇论文详细介绍了朱网膜下腔出血的相关信息。 文章指出,朱网膜下腔出血是一种不寻常的疾病,非常严重,很可能致命。 发病之前,患者都不会有任何的特殊症状,很显然,76岁的老绝颜,目前身体还比较虚弱,需要更长时间的疗养。 此前据英国媒体的消息,福格森在手术后醒来的第一句话,就是询问自己儿子扎伦福格森所指教球队的成绩,所以他还是可情况如何。 据悉随后,福格森还开玩笑,表示自己要牵毛基辅,观看黄马和猎物谱的投冠决赛,扎冲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